计划好要去哪里旅游了吗 很多人呢一定都会想去中美洲 去探索玛雅古文明以及现代的咖啡园 现在呢在南加州一间专门经营 中南美洲旅游的旅行社 特别跟东森新闻合作 打造了中美洲四国的体验游行程 第二集就要带你深入探索 充满热带风情的萨尔瓦朵 悠游在广大无边的海中 享受清澈的海水 一边还可以和大自然中的奇妙生物海龟 一起玩耍 想实现这样的梦想一点都不难 因为在萨尔瓦多的乌龟海滩 天天都有海龟游来游去 不只在海中相识结伴 为了保护海龟生态 旅行社也加入萨尔瓦多的 海龟缠软保育计划 鼓励游客亲自帮助新生的海龟宝宝一把 让他们安全返回大海 展开新生命的旅程 在那天早上呢 他会把所有的小海龟 放在一个大的笼子里 然后呢大家呢 可能每个人有机会可以拿到一个小乌龟 然后把这个小乌龟呢 你就亲自呢跑到海里 那为什么亲自的跑到海里 因为你会看到 你把乌龟放到海里以后呢 那个浪是蛮大的 那个小乌龟会爬爬爬 会游游游 但是呢突然的那个浪又把它 把它传回来了 那你会感觉 哇我一定要把这个小乌龟放回海里 你就会又拿一下你的小乌龟 然后呢你在深一点的地方呢 再把海龟放进去 然后是希望呢 它就会游到海里去了 延续和大自然的紧密关系 萨尔瓦多在大航海时代 也占有一席之地 因为这里是哥伦布在海上 漂流三个多月之后 所发现的救命之道 西班牙语的意思就是救世主 加上这里还有中美洲唯一的 玛雅火山遗迹 极具考古价值 也是一座历史古城 有个火山在那边爆了以后呢 所有的火山灰呢 就把这个城市埋在下面了 但是呢不只是一次 这个火山爆了十四次 所以呢这个小城市呢 有十四层的这个火山灰 那很特别的是 这个火山呢 温度比较凉一点 所以它的灰呢 不但是凉的也是湿湿的 刚好呢就保护了 就维护了所有这个城市里面的东西 连花束呢都保持了在里面 一连串的观光景点之后 更好玩的还在后头 而且就是要像画面这样 用双手把东西搞得一片蓝蓝的踩过瘾 这就是萨尔瓦多文明全球的 电氢染色技术 全世界没有一个别的地方 有这种天然的蓝色 给你看一下 像这个衣服呢 就是用它的天然的蓝色染的 它的这个蓝色特别特别深 这个连中国 埃及以前呢都没有这种的蓝色 所以我们到萨尔瓦多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带大家 到一个小的这个 电氢的小手工的一个工厂 会看一下 好是哪个树弄出来的 怎么把它调出来 而且呢大家会有机会呢 自己去哪一件衣服呢 去染一下 看看这个颜色有多浓 多快可以染成一个漂亮的蓝颜色 一整天走下来 好看又好玩之外 肚子饿了怎么办 当地的特色烤饼 Pupusa 可是一点都不输给中式春卷 它是用玉米做出来的 这个玉米饼呢 就是比较Q 比较软一点 中间呢 它也会放一些豆子 一些肉 偶尔呢 也放一些辣椒 放一些蔬菜在里面 它就拿去煎 真正的像个中国人的蟹饼 而现奥现煮 香醇浓郁的海鲜汤 Mariscata 更保证让游客胃口大开 这个海鲜汤呢 它是放这个碗里面 这个汤呢是很鲜很鲜 很淡很淡的味道 最几乎呢 就是全部的海鲜的味道 它也用一些牛奶 跟一些奶油去拌 但是里面要放什么海鲜呢 这个是最精彩的呢 它要放虾 要放小龙虾 也要放大龙虾 所以他们拿这个全部去泡 它的汤呢 就特别好吃 饱餐一吨之后 想来一杯咖啡增甜趣味 广大的咖啡庄园 就是最好去处 从种植 采收 烘焙到泡煮 不只能一次看个过瘾 更能品尝到 上天所给予 最天然的好味道 它是拿一个布袋子 这个布袋子里面呢 它会放一些咖啡 然后它拿那个热水壶呢 就倒在这个布袋子的上面 那因为那个布袋子 有点像这个呢 它有很多的小洞 那个水呢 就慢慢的流下来 然后你把你的杯子 放在下面 然后这个只要一两分钟呢 全部的水就下来呢 然后是最浓 最好喝的咖啡 那这个呢 你在山上啊 火山上啊 或者是在海滩上呢 这个呢 就会最舒服 强调天天都好吃好玩 由拉丁假期和东森电视合作的 中美洲四国十二日体验游 十月二十日就要出发 报名优惠六月底截止 全报价每人三千五百九十八 加税金四百九十八 不论持美中台护照都很好办 独家行程名额有限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东森新闻用志李宗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在洛杉矶的设计中 我现在就会 在洛杉矶的 我现在就会 我刚刚 我